日前网红超模吉吉哈迪德发文宣布将缺席上海维密秀 吉吉哈迪德的身材一直都是非常的性感火辣 而且会一直参加各种活动 可是早前因乳亚事件遭抵制 发文道歉似乎于事无补 所以宣布了不参加上海维密秀 据悉在欧美国家 学迷迷演特指歧视亚洲人的行为约定俗成 超模吉吉哈迪德因这个默认的带有歧视色彩的动作惹事了 虽然吉吉终于不堪压力写了封道歉信 为自己的无脑行为公开道歉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此外据报道称 吉吉哈迪德应该是被中国大使馆拒签了